周星驰热爱电影 这一生也拍过很多电影 但其实周星驰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电影人 剧本一定要打磨的足够扎实才会开拍 所以你看到最近几年拍电影都是两三年一部 其实你知道吗 周星驰早期跑步的龙套其实不比后来的电影少 周星驰最被人熟悉的龙套就是 《射雕英雄传》里被梅朝峰一掌打死 他想跟导演说能不能说句话再死 这个情节后来被放到喜剧之王里 莫文伟出场的时候 但其实你不知道周星驰在之前还有很多龙套 那个时候梁朝伟和刘德华都已经在担任主角了 周星驰还在组龙套 而且几乎是只要有角色就会去 真的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并且聪明的周星驰会想方设法的靠近主演 因为这样就可以在镜头里多逗留几秒钟 真的是让人想起就心酸 不过周星驰偶尔也能遇到一些有台词的时候 一部电影里一个龙套能够有一句台词 就会记住好久好开心 其实这个也搬到喜剧之王里 当周星驰被要求换角色的时候 说自己可以演什么 说神父的角色可以 一共有三句台词 这也就是为什么喜剧之王会被称为新爷自传的原因 不过我们可以从周星驰的这些龙套角色里看出 那个时候的新爷还是新仔 看着真的好年轻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满头白发的新爷完全两个模样 不过周星驰又尴尬的时候 就是在1982年梁家人主演的《天龙八部》里 周星驰饰演乔峰身边的一个骑兵 想要上天说话被阻止 不过好在周星驰脸上表情丰富 还是被大家记住了 其实还有一个角色估计是周星驰很喜欢的 那就是1986年英雄本色里的一个龙套角色 周润发进门开的第一枪就是打中周星驰 台词都没有就这样挂了 不知道你是否有注意到